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备器材应避免共用 若轮替使用前线清洁消毒 上课时应全程佩戴口罩 踩固定座位固定成员 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各开一扇窗 保持通风良好 用餐时由固定人员进行分配 踩个人套餐并使用隔板 不并桌 不交谈 搭乘交通车请固定座位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大师到晚安 今天是9月7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下跌 跌66点 老师 台股怎么会跌呢 不应该跌的 每天都涨不就 两个月就涨到三万点 股票有涨有跌 拜托你们心态要正确好不好 但是老师 昨天才一堆专家 一堆学者 在鼓吹说什么 我们大家来赶快卖掉航运股 卖掉面板股 赶快来去追金元双雄 买台积电 连电 结果呢 今天连面板股也大涨 面板股涨 我们的货柜 万海还涨停板 长龙是没有 差一点点 你去看台积电 我跟你讲 最近 输家特别多 你知道吗 整天在那边嘴来嘴去的 吃饱撑着 看到我在电视上给你喊说 那个长龙 以长龙为例 我们可以来做海运股 很多人就吃饱 开始嘴啦 那个阿贤 大家都臭屁 什么一七月份 有救大家不在通关店 现在落来这 不知道见好旧的时候 还在那边说什么 要欢多 什么都骂得出来 投资朋友 你有眼睛 大家都有眼睛 我相信你们都有眼睛 眼睛都是血亮的 我问你们 高档我请你们卖掉 对不对 后来是不是空空拨 每天拨 真的可以买的时候 同一匹人 又出来 在那边 臭臭臭臭臭 说老师怎么样 所以我说我不需要去回应那些人 你懂我意思吗 昨天我给你推荐美德医 很多人也说 那个不会赚钱 口罩谁要啊 他不是做口罩而已 他还有做防务医 他有一些医疗产品 他不是单一做口罩而已 昨天15块你不买 结果尾盘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我自然18块6了 可不可以买啊 就这样啊 你这样早上我也跟你讲啊 那时候开盘 没多久我就跟你讲 要注意往家哦 但很多投资朋友看到这 往家 没有国哪里有家 什么的 有的没有 一开始后面又开始酸 一直酸 一直酸 结果我们家小编去看一看 就说老师 这些人真的是 结果后来 网家后来涨停板 锁起来 就是很多那种 网路上面有的没有的 我怀疑他们是同业啦 就是隔壁台老师 受不到会员在那边讲错嘛 又乱拗了 他们的什么新唐啦 帽达啦都趴在地上了 资源都趴在地上了 只好来酸我们嘛 重点是什么 最近我跟你讲嘛 我说我号召你们来找我嘛 我说我知道最近 爱做航运股的人都是无助 沮丧 而且有点气愤了嘛 因为媒体啊什么的都在打压我们嘛 我说好 我来当你们的船长 带你们重返荣耀 你有信到我吗 你有没有相信我嘛 老师今天没有涨停板 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嘛 做人做事 不要在那边 真的有 我觉得有些人真的贪得无怨 我号召你们 我有收你们一块钱吗 都没有收你们钱啊 都没有收你们钱 你上个礼拜五来找我们的 昨天通通都可以买在121 收盘118 走到变过 很多人真的是 没有念书你知道吗 水准又差 你问候我就算了 问候到我父母去了 真的很过分 我跟你讲 如果老天有眼 这些人真的是 这些人就是坏 庆竹难输 你要找我 我有害你吗 你昨天 你不买这个价钱 今天有129 告诉你 你看清楚 我在看翻多的原因是 股价净值比 用上半年的净值下去算 3.66倍 用年底的净值下去算 是2.32倍 我觉得超值 就讲了半天 还是一堆人骂 横眉 冷对 千夫子 就尽量骂 而且我也跟你讲 你如果之前高点有跑掉的 现在又想要回来的 你可以来找我 一起来赚钱 如果说你套牢了 真的啦 我跟你讲套牢真的很难受 你会很无助 很沮丧 又很气愤 基本面那么好 机车咧 刚好你就买了200多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办 最高点叫你走 你也是骂我 我说短线 你觉得我好像错了 就中短线 你就知道厉害 好死不死 我讲完以后 一直崩盘 一直崩盘 一个月不到 跌到116块半 我的潜落套就没准了 我就跟你跟你讲 真的啊 那还很多投资朋友说 这个阿恩老师实在是 怪咖中的怪咖 真的是 其实他想讲的是 好的不灵坏的灵 你觉得他到底是在捧我 还是在羞辱我 对啊 7月16号 有没有帮过你一次 7月28号 有没有帮过你一次 我每次在line上面贴 都有时间 你自己看 8月2号 之前的三次转折 你会珍许吗 不会啊 我告诉你哦 我一开始做长龙是在这里 2月份 你信不信 我这边讲一个月哦 讲一个月被骂一个月 说什么啊 你要买IC设计股啊 你要买今年会大涨的股票 要买台积电啊 你没有讲台积电 你没有讲那些哦 我都没有兴趣 你看 我拿图卡给你 我助理把它找出来 2月17号 买回哦 这还是做第二趟哦 第一趟做30块那一波啊 会员都知道 买回哦 2月23号 再加码 3月17号 再加码哦 结果买完之后 哎 他照这里耶 好夸张哦 涨9倍 你说老师 你在这里看好 不然又涨9倍 就穿2块 没有没有 这次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说 有时候你要看一下 这老师哦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2月份的时候 没有看我的节目 或者是说 他健忘症 要不然他是金鱼脑 你知道吗 那个记忆力只有6秒钟而已 他那是完全忘记了 忘记 哎 老师的好 你看这一波 高点 提起你了 第一档跟你讲 啊 开始哦 我要翻多了哦 啊 你真的懂股票吗 你不懂股票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可以看着长龙做万海 做扬名 通通没关系 哦 我也帮你抢名的啦 明天就算涨停板 你也赚不到钱啦 除非你之前听我的话来找我啦 请我帮你开这一艘船 你就会赚钱 哦 当然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还在等说 老师啊 你看好长龙哦 我要等那个跌破100块才要买 你在那边慢慢等啊 我直接送这些人 我直接告诉你 你在那边慢慢等 我早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哦 你看那时候一月份 我跟你讲彩金 那时候11块 我还说这个股价真委屈 隔天还跟你讲说 内部人申报买了30万张 结果很多人都说 我听你在唱菜讲讲耶 结果后来人家这一波11块涨到30块 你有没有 没有 所以哦 股票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我这波我买来低点啊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鬼故事什么 我现在跟你讲鬼故事 你不会想要听的啊 但是我告诉你 有钱赚你还不要赚你 自己考虑清楚 自己考虑清楚 其他的哦 我讲的再好 我是怎么样 讲的再激动也没用嘛 对吗 我说的哦 脱脱全包也没用啊 你不会赚钱的就是不会赚钱的 你沉见很深的就是沉见很深 我跟你讲 你那种人你不要来找我哦 我今天我再跟你讲一次哦 你想要做航运股的水手们 你来找我哦 你来找我我来当你的船长 这样就准没错了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到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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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Live 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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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雇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水扫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所以1200到6000人罚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灵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 投资观众朋友 大家都有看新闻 这两天疫情又开始拉警报了 我是心有七七烟 我不知道你觉得 怎么样 那新的变种病毒又来了 那我疫苗还是没打到 我连一剂都没打到 对不对 你说年纪大的打 那我没话讲 你说那些官员打 那我也没得讲 小朋友又可以先打 高中生 国高中生 又可以先打 那我也没话讲 但是人家台积电的 刘德英董事长出来 讲话了嘛 你BNT已经进来了 为什么要拖20几天到9月23号以后 才给高中生打 你打了不是马上有抗体 观众朋友 这些官员不是不知道 陈思忠不是不知道 白面的嘛 够议的嘛 你其他疫苗进来台湾 是不是检验7天之内 几乎都可以打了 为什么人家BNT来 德国来了就一定要给人家撈20几天 我跟你讲 不是说我什么性地撈起来 怎么样口无遮拦 观众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层的 刚好是夹在中间 上有老下有小 老的有打 心里面安一半 小的如果有打 那心也安一半 问题是 我们这个阶层的是 社会工作的主力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力 疫苗打不到 我们就是等死 这些人真的人坏 我跟你讲就是坏 就像那些网路的酸民 我从上个礼拜三开始 我就跟你讲 行印股押回 我准备要翻多了 准备要买了 就开始买了 很多人就在骂 什么叽叽车车的一大堆 不然你是白色的 你懂什么 什么都不懂 你出一张嘴而已嘛 我也是出一张嘴啊 不过我有牌照啊 我可以讲股票呢 怎么样 我可以在公开媒体讲股票 号召你们 我知道你现在很无助 而且很沮丧 而且有点气愤 不过你也要找我嘛 买 你就来外态啊 不需要去恳求你 你懂我意思吗 该听的鬼故事 你还听的不够多了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要给你翻多 你们到底懂不懂 节目不看 我跟你说了怎么样 好那说说你喜欢说对不对 来 我昨天我昨天有没有说这一支 我昨天有没有说这一支 那我问你昨天它是不是涨停板 那今天还是涨停板 那我问你 见资比64% 你们这些人看了人股票落地 跟空 飞跪 这些人没死怎么办 直接给他死啊 对不对 你说老师那恒大也有涨 我这波没有喊恒大嘛 没有就没有嘛 对不对 毛宝建议涨停啊 我怎么跟你说啊 15块你买吗 那我都在line上面都号召他们 他都不要了 老师这不要了 这个不会涨 股票会不会涨是你讲的 你说算 我说的都不算了 你说的算 不然是不是两支涨停板 那明天再涨停板 我跟你讲你们都作弊 我说的这些人就是 我讲一句不客气了 这种人是傲狗吃没塞你知道吗 狗吃死是很正常的 问题是这些狗啊 为什么会饿死 就傻啊 对不对 都没得吃来挑耶 有达 我昨天有没有讲 我说有资金在抄底 就出来 外资下去买 我说不是有达而已 对不对 群创也是彩晶也是 你看 昨天有达破底吗 今天跳上来 这些股票不是你想的这样 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不对 我刚刚上班上来讲了 昨天一堆人一堆媒体在跟你讲 我们赶快来把航运股赶快卖掉 我们赶快来去看那个什么 赶快转成台积电跟联电 那个无脑投资法 对 你们还争无脑 一换就死 你账面板跟航运股都破底啊 几乎都破底啊 换就显示 这换就显示 这换了才是无脑 算清楚嘛 对不对 这家公司该值多少 有时候要有点耐性 国聚 国聚间股东会合 临时股东会合通过 并齐立心 没有涨啊 可是我觉得低点不会很多 低点不会很多 这我不知道 因为我最近对被动员界 没什么兴趣 自从他说叠价之后 没什么兴趣 那网家这有讲啊 你这没有话讲 你那个line上面有两万多人做见证 你如果贪不到我怎么购 对 他是这样留结十字线 把你换一下 2642的宅配通也是 这到昨天都还要破底 今天也是拉上来 那大总也是 这是货运的嘛 那你说有没有钱赚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赚 我怎么知道你要不要赚钱 早上明讲 还要掌停板 打 人家有赚钱 人家有赚钱的在感恩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感谢小编 谢谢小编 谢谢小编 谢谢助理 结果呢 没有赚到的 有本事再给我一只 再给我两只 再给我问一下 那个什么 说得糟糕 这些人就去吃菜 刚才好 那大家都看得到的 他还要 他还要要求私下 那个撒比输呢 这有些人 真的很扯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投资人是这样 就是一两个 那你看多就习惯了嘛 我们能帮的就帮你 帮不了的 我们会跟你讲 不好意思帮不了 你还是要处理掉一些你的持股 不然你没有资金去赔嘛 没有本钱赔嘛 有的一拿来 老师 十几只股票 那我说那要先处理个三分之一 一半吧 对啊 你现在处理掉 你才有钱下去加码 还是说怎么样嘛 对不对 还是要相信船长说的嘛 是不是 你还在买安国 人家就涨完了 还在买哦 真的很棒哦 今天有些股票 跌比较深了 今天创回拉回 这只是拉回而已 他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全部死 不过比较难过的应该是 帽打 帽打这边三天三根长黑 这个比较头痛一点 你像那个新唐也是 比较头痛一点 因为他这高档 这样子出来 再跟长黑的话 是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停损卖押啦 但是有好几个投资朋友问那个景德 景德就比较不乐观了 景德就比较不乐观 3152的景德 这个就比较不乐观了 你说最近涨了一些 然后又有点回档 这是双红 双红最近那个投信有在买 回补 回补他今天打下来 我看应该最近买的也都是赔 所以你也不用去笑别人说 做得好不好 股票除了说你卖了赚钱 确定赚钱还是赔钱 否则还没有卖之前都不要说大话 我是觉得有些投资人很奇怪 喜欢说大话 嘴来嘴去 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 比特币是不是还继续涨 所以这种股票你就不要看坏它 当然你是听得懂人话的 因为我讲盘喔 是给听得懂人话的人听啦 希望我有机会帮你重返荣耀 累你就来 败败没关系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好不好 祝你大传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